开始了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则财经新闻 近年来我们经常看到市场上 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大战 比如说抖音和快手的 短视频大战 Uber和Lift 网约车大战 电商红包大战等等等等 那在这些商业大战的背后呢 自然都少不了资本的推动 资本 资本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say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资本 资本是什么 其实呢 他们就是这个金主爸爸 也就是我们平时听说 这些大公司背后投资的 这些私募 私募呢 其实就是私募股权基金的简称 就是一个基金公司 英文叫private equity 所以他们投的呢 自然都是这种private 就是私有的公司 所以一般就是 把钱投进来 然后导致导致 公司升值了之后呢 把它卖了 低买高卖 像那种黑石啊 KKR啊 高龄资本啊 这些都是私募公司 那在国内呢 其实当我们说到私募的时候 它更多的是一个 跟公募相对的概念 所以它是个 但在国内有的时候 我们说私募它更多的是一个 跟公募相对的概念 就是一个更公益的私募 这我们一会儿再说 私募它竟然是投到这些私有公司 就是这些没上市的公司 所以呢 就跟我们这些小股民 每天这个看看市场 小打小闹 投投什么股票基金 就不一样了 这个私有公司 还挺神秘的 因为Lindsay自己也是在创业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一起来捋一捋 公司是怎么样 一点一点成长起来 然后价值越来越高 每个阶段呢 这个私募基金在里边 是怎么样去 低买高卖 赚的这个盆满钵满 公司发展呢 基本上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 最早期 然后慢慢到一个成长期 然后到一个成熟期 最后有个公司就上市了 私有公司嘛 就基本上这些PE公司呢 他们除了最后上市的期 前面这些都可以投 每个阶段呢 公司发展的这个特性啊 这个投资的 比如说风险程度啊 投资的值啊 投资的方式啊 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说 我们先说这个早期 早期是什么意思 肯定就是最早的阶段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把它叫做风投 就是Venture Capital的这个时期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一般一个公司 它刚有一个想法 或者说刚有一个 比如说新技术 或者是新的什么产品 但是呢 它还没有经过市场的一个验证 就是相当于一个 随时可以夭折的 这么一个阶段吧 就比如说啊 Lindy突然看到这个市场上 还是那个奶茶行业非常火 但是大家喝奶茶就很罪恶感 所以我 哎 灵机一动 我说我要来一款这个 灵堂灵芝灵卡的奶茶 多么好的一个idea 我现在就在一个 比较早期的阶段 那这时候呢 我要开这个奶茶店 我需要融资对吧 所以我就会去找这种 专门投这个早期阶段的基金 一般这种基金呢 就叫风险投资 就是Venture Capital 那典型的公司呢 比如说像真格基金啊 创新工厂啊这些 所以他们呢 就是专门投这种早期的项目 有的时候还叫这个 比如说天使投资 或者种子投资 那这个阶段公司一般特点 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想法 还都没被验证 所以一般风险还比较大 估值也低 那这些投资人呢 投的金额一般也相对来讲 小一些 差不多几百万的样子吧 投的项目也比较多 所以呢 他们就期待这些项目当中 能有几个 翻个几十倍上百倍 就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像这个 在硅谷的一个天使投资人 Peter Thiel 彼得蒂尔 他在2004年的时候呢 投了Facebook 就是脸书10%的股份 那现在呢 肯定已经声名远扬了 这些基金在看这种项目的时候呢 也会看这个商业计划书 但因为这个想法还没被实施 所以基本上就是看一看 这个整个的前景怎么样啊 行业怎么样啊 然后很重要的呢 就会看看这个创始团队 或者创始人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很好的执行能力 能把这个想法给实施 就比如说 Lindsay啊 这时候就去找了一个 这个老王风头 老王一看了之后 觉得 嗯 Lindsay这个女子可以啊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耳聪目鸣 这个未来一定前途无量 投之 哎 这时候 他就给Lindsay比如说 投了100万人民币 所以呢 我就开了第一家 这个小林奶茶店 开始卖我这个奶茶 没想到啊 这个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 觉得Lindsay的奶茶很顺应了 现在又健康又美味的这个潮流 小林奶茶店 大家喝了都什么好 所以呢 就开的非常的好啊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想法 已经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 就市场的反馈非常好 那这时候我要干嘛呢 没错 我想开分店 所以呢 相当于我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成长期 那这个成长期是什么意思啊 一般就是说 当这个想法 已经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 那现在就是 它要一个复制和扩张的过程 就如果说刚才 那个VC期的时候 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 那现在这个成长期呢 就是说从1到10到100 这样也不断地去扩张 所以在这个阶段 投资这些公司呢 一般就叫做投growth equity 就是成长的这种股权 说到这儿 其实这么说的话 VC和成长期 就是早期和成长期 其实都是PE的一部分 所以VC可以说是PE的一部分 在这个期的这种基金 他们投的时候呢 因为已经有了 前期的运营的一些数据 所以他们不光是看 这个市场的前景啊 看团队 也会参考一下 之前的这个运营数据 相对来讲 风险就会比刚才那个 最早期要小很多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投资也会更谨慎一点 投资的金额也会更大 一般就差不多 从大几百万到几千万 甚至上亿都是有 所以这种时候呢 他们不光是投入 注入一些资金 通常呢 也会给予一些 比如说人脉啊 这种管理经验啊 资源啊 还有就是这个 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吧 那常见的一些公司呢 一般就叫什么什么资本 就是什么什么资本 一般就是投这个期的 刚才我们说那个 VC期的时候 一般就是叫 什么什么风投 大概的区别是这样的 像是红杉啊 IDG啊 这个经纬啊 都是投这个期的 会比较多 Lindy这个小类奶茶店 发展到成长期的时候呢 当然也要去找投这个期的 比如说老王资本 老王一看 哎不错 10家分店不够 我们得开50家 来 然后就给我投钱 我拿到钱之后 就回去开始去 投入生产啊 开始扩张 融一融之后 越来越好 然后又融资 又生产扩张 融资生产扩张 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良性循环里面了 那这一轮一轮一轮的融资呢 就是我们平时听说 比如说天使轮啊 ABC EFG轮啊 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轮一轮的融资 那一般呢 每一轮往后啊 拿的钱会越来越多 然后估值也会越来越大 早期的这些投资人呢 或者投资的基金 就可以在后期选择退出 就比如说 当小类奶茶店 融到这个地轮融资的时候啊 最早的那个 别忘了老王风投 老王风投觉得说 嗯 这时候估值已经不错了 达到我的这个目的了 猪养的够肥了 我们把它宰了吧 然后老王就选择了退出 然后比如说 他可以把这个股份 转让给之后的投资人 那这个老王资本 赚到钱了之后 当然也要分给他的投资人 因为这个私募股权 它是一个基金 他还有自己的投资人 所以呢 这扯到两个名词吧 一个叫GP 一个叫LP GP就是General Partner 相当于这个资金的管理者 就是老王 然后LP呢 就叫Limited Partner 就是这个基金的投资人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 听说叫2加20的 这么一个原则 就是当投资人 投给老王这个基金钱的时候啊 首先投资人 要给老王交2%的管理费 然后呢 整个从投资 得到的这些收益 他俩也是二八开 老王自己留20% 然后剩下的80% 给到这个基金的投资人 所以就是2加20 这么一轮一轮的融呢 之后有些公司 它就上市了 比如说像瑞幸咖啡 它融完D轮 它就上市了 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呢 就一直融 一直融 一直也不上市 融到G轮也不上市 就比如说像这个Airbnb 它已经融了16轮融资了 但是现在还是 当然现在估值 已经特别特别高了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VC期和成长期 它们的定义和界限 现在来讲 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必要说 哪个哪个公司 现在就是在什么 早期就是在成长期 因为公司发展的这个东西 本身就很难定义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纠结 这个事情 声音再大一点 开一下嗓子 那公司这么一点点的发展呢 慢慢就会进入到一个 比较成熟的阶段 就是这个成熟期 那成熟期是什么意思呢 这么说吧 就是这个公司 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 就是怎么赚钱 这个事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了 然后也有比较稳定的 现金的收入 就可以说是一个 基本上像模像样的 一个大公司了吧 有些人就问了 那都到这么成熟的阶段 那还有什么可投的呢 其实不然 这部分呢 其实也是最传统 最狭义的这个PE 就是私募公司 在投的事情 它们就投这个阶段的 像那些比较大的 比如说Blackstone 就是黑石 然后像KKR 高龄资本 它们就专门投这一块了 这部分呢 简单来说吧 就两个点 一个是杠杆 另一个就是导尺 导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看到这个公司 是要么发现这个公司 现在有一些经营上 或者财务上的困难 或者呢 是觉得这个公司 有一些可以立马进去 导尺导尺 就能把它翻新 然后增值的 这么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PE公司就会 进去入股 变成一个大股东 所以它跟前面 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它在这个阶段 投资进去之后 是享有控制权的 它看这个公司 管理层不行 比如说Lindy不行 车换小李 比如有的时候 觉得人员上 有一些调整 战略上 要不要开拓新的市场啊 要不要裁员降低成本啊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一动之后呢 这个公司就进入到 一个更良好的状态 就有更好的盈利能力了 然后他们在 比如说包装一下 把这个公司给推上市 或者是把这个公司 卖给其他的公司 然后从而获利 所以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 一般就是三年到七年左右 然后这时候呢 这些PE公司的人 整体来讲 你看又得会 财务的东西得会 然后整个公司的 一些运营上面的东西 资本市场的东西 都得懂 所以对人的整个 这方面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做这个阶段PE的人 其实都是从这个 investment banking的投行里 经过了一周 一百个小时的磨炼 之后再跳到这个PE的 就比如说在 2013年的时候 贝恩Capital 他们当时就相中了 大额 就是这个Canada Goose 买了70%的股份吧 就控制了这个Canada Goose 然后之后就帮助他们 更好的去做这个品牌 做branding 然后拓展市场 包括也帮他们 打开了中国市场 然后在17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Canada Goose 成功的推上市了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吧 那我们刚刚说第二个点呢 就是杠杆 因为你想要把这个公司 一下全都控制下来 这需要资金肯定很大 所以他们一般呢 也不会说自己 把所有的资金都投上来 一般呢 就是会再去进行一下贷款 叫做Leverage Leverage就是杠杆 专有名字就叫Leverage Buyout 就是杠杆收购 就是他们会借钱 去投到这个公司里 有点像我们贷款买房吧 就比如说 我们看到一个学区房 觉得 这个有前途啊 我就贷款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然后导致导致 过几年之后 它升值了 我再给它卖了 然后还了银行的利息 那我从房子那赚的钱 肯定比那个利息要高 所以就会实现一个 更高的收益 其实这个Leverage Buyout 就是简称叫LBO 这个是一个装X非常好的名词 LBO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借钱 然后买公司 然后卖了 同样实现一个更高的收益 所以这个LBO呢 因为它有杠杆 所以风险更高 回报也更高 举个例子吧 就在这种资产管理 或者投资界 经常有一个名词 叫做AUM 就是Asset Under Management 说白了就是这个基金 管多少钱 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资管 大家肯定也听说过 就是BlackRock 它基本上是有 7个trillion的AUM 但是像Blackstone呢 就是这个黑 刚才那是黑盐 这是黑石 乱了 重新说啊 Blackstone是一个 斯木的基金 就是黑石 它的AUM 差不多是有500个billion 然后呢 这个BlackRock 就是一个资管公司 就黑盐 它的AUM呢 是有7个trillion 就是差不多有145倍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但是它们的revenue 就是收益呢 其实只能相差个一两倍 就是说利用杠杆 这个Blackstone 可以有非常非常高的收益 这就是这个杠杆 LBO它牛X的地方 所以刚才我们这么捋下来啊 从最早期到成长期到最后 基本上这个私募公司的参与程度 会越来越高 然后风险呢 也会越来越低 因为这个公司一点点 就越来越成熟了嘛 然后投资的基金量 越来越大 估值也越来越高啊 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 说回来 其实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私募的时候 在国内它更多的是跟公务相对的概念 私募就是在私底下募集 然后公务呢 就是公开募集 所以只要你是在私底下募来的资金 你不管投什么 都叫私募 如果我们投到私有公司里 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说 那么一大串这个PE的东西 但如果说我们投到 比如说二级市场 一些什么基金 它就其实相当于一个私募的 私募股权 它相当于一个私募投资基金吧 其实这个有点类似 海外的这个Hedge Fund 就是对冲基金 其实在这个次贷危机之后啊 因为这种高风险的贷款利率 已经越来越高了 所以这种LBO这个杠杆 就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 也是随着近十年来 这个整个互联网时代的 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吧 就现在有了 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巨头 就比如说像国内 最早期的这个BAT 就是百度 阿里 腾讯 然后现在又有这个 新的三巨头 就是TMD TMD 就是这个头条 美团和滴滴 所以现在呢 是形成了一个 非常独有的 这种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吧 就是这些 他们也有自己的基金 会去做投资 所以如果我们看 这个国内的 PE公司的这个排行榜啊 前十名的阿里和腾讯 都在里边 所以他们也是大手笔 就是在各个领域 都会有投入 所以我们平时叫他们 什么阿里爸爸 腾讯爸爸 其实就是说 他们子嗣绵延 全四处都是 说到这个阿里爸爸 我们还得说一下这个软银爸爸 就是阿里的爸爸 就是当时软银就是Soft Bank 但是呢 第一它不是一个bank 它不是一个银行 第二呢 它一点也不软 软银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投了这个阿里爸爸 然后从阿里身上 赚了1300多个亿的美金 相当于两个头条 我们说回来 现在这种新的模式 那这些巨头 他们到底都怎么投呢 这种互联网巨头 一般投资分两类 一类是这个财务投资 一类呢 是战略投资 财务投资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白了 就是买 然后然后 倒一倒 然后赚钱把它卖了嘛 就主要为的是 这个财务上的一个收益 所以财务投资 跟我们上面整个说的那一大串 基本就是一个意思 那战略投资呢 它就不仅仅是为了 在财务的这个上面 这个层面上有收益 更多的是说 我投资的这个公司 能给我现在 整个的这个母公司 带来一些额外的价值 就是有一个叫做Synergy 就是说有一些 协同的作用在里头 就比如说像阿里 阿里他收购了一个快递公司 那之后这快递公司 就可以放他们满城 就送快递了 对吧 就很好 那再比如说像 海外的Google Google就是搜索引擎 他收购了YouTube 就是那个视频网站 就相当于给他们 流量啊广告啊 一些支持 比如说Facebook 收购了Instagram 这些都差不多 再比如说像 饿了嘛 有一天他战略投资了 小零奶茶店 这样的 极大的丰富了 他们这个外卖的多样性 和健康程度 所以就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战略投资 大家喝了都说好 那这些巨头 在投资的时候呢 一般也会关注 自己特定的赛道 比如说像阿里啊 更多的就偏向于 企业服务啊 企业金融啊 这方面 腾讯呢 我们就找微信嘛 对吧 所以更多的 就是这种社交文娱 跟流量相关的 当然他那投的时候呢 也会产生一些竞争 就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都用的 生鲜外卖嘛 阿里他有这个河马 阿里说我有丁丁 腾讯说我有企业微信 之前比如你有ofo 我有摩拜 你有滴滴 我有快递 打得火热 在不同的赛道上 都产生竞争 因为当他们看到 这个赛道上 有一个非常好的商机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钱 对吧 所以都就是 如这个豺狼虎豹一般 就扑到这个赛道上 希望能够通过资金 能够最快速的抢占市场 当然他们也有 抢不到的时候 就比如说 像现在这个头条 他做这个抖音 就特别特别火嘛 所以就短视频的 这个赛道 但是他们俩就没进到 这个头条里边去 所以呢 怎么办呢 他俩就共同联合 投了抖音的竞争对手 就是快手 当然像他们俩 共同投资的例子 还有很多了 比如说Bilibili B站 然后还有像美团啊 饿了吗 这些其实都是 被这两个爸爸 共同抚养长大的 所以这个整个 我觉得还是挺有 中国特色的 就比如在海外的一些 很有钱的公司 像苹果 收留2000多亿美金的现金 但他们做的更多的呢 要么是做一些这种并购 或者呢 就是自己把自己股票 买回来 就是股票的回购 所以他们更多的 不会就是掺和到 投资的这个领域里 那随着现在这个时代发展呢 整个投资界的这个趋势 肯定是在不断变化 就比如说 前两年 当这个资本市场 很热的时候啊 就很多钱都砸钱 开始抢市场 所以有很多公司 都其实是被这些钱 给堆起来的 当然这也只是 短期的一个现象 长期来讲呢 这些资本市场 肯定是投到那种 真正能产生价值 真正能给社会 带来价值这些产业里面 就比如说像 小林奶茶店 就可以 永久长青 这些呢 就是今天小林电视台 关于私募资本市场的 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千万不要忘了 关注点赞评论 咱们一键三铃哦 拜